真是不好意思 买了一双鞋 很多人会经常好奇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你在节目里总是要戴墨镜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南方的天气 其实你在户外大多数的时候 是需要戴墨镜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 在室内的话如果有灯光打在自己的眼睛上的话 其实长时间盯着那个强光会比较不适应 第三个原因呢 家里拍节目的那个相机 它的那个翻转屏幕 是从侧面翻过来的 所以我为了能够确定我自己人在不在画面中间 或者是鞋子能不能对焦到的话 我的眼睛是要不停的看向侧面的方向 所以这样的话大家镜头里看到的我会比较奇怪 第四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经常拍Vlog的人 你们一定有一个跟我一样共同的感受 就是你在街头这样举着一个相机的时候 周围的人来来往往是会盯着你看的 想象一下如果街头有一个人举着一个三脚架 然后这么边走边拍的话 其实你会觉得他有点奇怪对不对 然后你会看着他 别人都不太习惯就是你拍摄的时候 周围有人来看你啊 对所以你的眼睛也会很情不自禁的就左右 也看他们有没有人看你这样 尤其在香港这个地方你知道街道上的人是很多的 你如果这样举着相机别人看着你 你又看别人 即使我在拍摄的时候有人看我或者我看别人 我的眼神至少是看起来感觉是在看镜头 对不对 比如我现在就正在看这里 关于我的墨镜 跟大家玩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 为了减少很多观众对这个事情的疑问呢 我决定从这一集开始所有的节目里全部戴墨镜 送鞋比较好的规则 就是如果有一集在某一集里我突然忘了戴墨镜 或者因为某些原因我没有戴墨镜 比如说像昨天的升职典礼你就不可能戴墨镜去 对不对 某一集里面如果我没有戴墨镜 并且出现在节目里 然后你第一个留言说发现我没有戴墨镜的话 我就送你一双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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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重复一遍 在日后的节目里如果有一次或者有那么一刻 我没有戴墨镜的话 网络所有平台第一个留言说我没有戴墨镜的 我就送你一双鞋子 好不好 这是未来一个很长期的送鞋规则 大家如果支持的话下方按个赞 怎么了 我正这一缕举结束 拍照片不可以长 Cela 创业相机不可以 行 快到了 OK 上场不让拍 那我们回来拍 OK,我们都知道呢 今年可能是daddy suits的时代 那有PUMA的,有安大的,有adidas的 当然耐克也不落后 在这么多老爹鞋里面 耐克这双鞋可能会脱颖而出 就是这双Nike Monarch 这边我买的是9号 因为这种休闲鞋 我会买稍微穿松一点 很多鞋子呢 其实是刻意为了 提前这个年代稿 把它做老做旧 像巴黎世佳 这双鞋它还真的还算蛮有年代的 首先说一下这双鞋的价格 这双鞋的价格在美国的发行价只有55美金 然后在中国的话 刚刚我去深圳那边买 然后这双鞋的售价是549元 超便宜 而且这双鞋从它面试以来呢 连续十年都进入了耐克的 球鞋销量排行榜的前十名 数据统计2003年的时候 耐克卖的最好的鞋款也是这双鞋 其实从设计上来讲呢 这双鞋在设计师们眼里 并不是一双非常合格的鞋子 因为鞋面的轮廓非常的呆板 然后很普通 从设计的角度上来说 它并不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作品 但是从商业的角度上来说 它还是蛮成功的 因为作为一个商品来说 它确实给耐克带来了很多钱 另外呢 这双球鞋的设计师 Jason Maiden 这是他进入耐克以来的处女座 是他的第一双球鞋 我觉得可以算得上是非常成功 然后Jason Maiden呢 之后就加入了Air Jordan 包括他现在也是 Chris Paul 保罗的一个球鞋设计师 Maiden在设计这双球鞋的时候 他的灵感来源呢 是在生命中影响他的一些男人 比如说他的教练 他的班主任 和他的艺术老师 为了塑造这些人的个性 和他那种高尚的道德呢 根据这些陪伴他成长的 这些人的影子 来设计了这双鞋 这双鞋子的舒适度来说 也是非常的OK的 因为它是全掌的zoom 包括它的海绵 还有整个脚的脚感 这双老爹鞋 其实我还蛮喜欢的 但是这双鞋子的脚感呢 其实从包括它的科技来说 并不输阿迪达斯的 这个EZ500 这双鞋子 不管是从设计 还是销售来说 原本它只是 针对一些 大佬 这双鞋再一次活了起来 所以呢这双鞋不光被歌手们穿着 不光被歌手 被艺人 还有被NBA的球星们穿着 导致这双鞋子又开始活了起来 价钱非常的诱人 几乎所有的人都能承受得起呢 再一个的话 就是这个鞋子的外观 是非常好搭配的 当初JASON把这双鞋的设计 其实有一点复杂 但是这样的皮质 另外一个好处呢 就是特别适合定制 就是我已经在网上看到 有很多很出色的球鞋定制作品 都是在这双鞋子上完成的 因为它没有太多的榜面 整个鞋子都是POP 所以的话定制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 所以在当年这个进了奥特莱斯 只卖33美金的老爹鞋 在今年又一次复刻 到底是一个潮流的胜利 是社交媒体的胜利呢 还是观众或者说球鞋爱好者的一个妥协呢 这个不得而知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 虽然耐克这一次 在老爹鞋的竞争中 再一次炒冷饭 推出了他之前很早以前就有的鞋子 不得不承认的说 只有这么一个比较有历史 比较有积淀 在历史的长河中出了各种各样球鞋的人 才有资格炒冷饭 耐克这双鞋有大牌的Swoosh加持 然后球星一代或这个价钱 我觉得这双鞋很可能会非常好 然后刚刚我在店里呢 看到了黑色和白色两双 黑色就纯黑了 就全皮纯黑 我觉得那个意思不大 因为看不出是什么鞋 所以我买了这样的白鞋 然后还有问世德姐姐 我说这双鞋子 你觉得哪个配色比较好看 我买哪双 然后适当适当适当跟我说 让我帮他爸买一双 所以呢 所以我在这一期的标题 起成了爸爸的朋友 为什么呢 因为这双鞋子除了我们这个年代 在我们这个时代 时下可以穿 甚至送长辈 送你们的爸爸 送你们的爷爷奶奶 他们都是非常能够介绍这双鞋子 那最后呢给大家看一下上角的感觉